我們這個國民黨 我們現在在討這個東山 其實國民黨留在台灣 我們現在在說戒嚴20年 他留在台灣 他最大的依靠是什麼 不是那幾百億的黨產 那個當然也很重要 是什麼 是留在你有DNA裡面 那些戒嚴遺毒 這是他最大的東山 他的政權的根本就是在這裡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這幾年 要改這個米 所以他們就去抵抗 抵抗你看 就是好像 部長留不來的時候 他用很多方向要留 留不來之後 現在用科技管給你留 所以民進黨的人 民進黨除了部長以外 我覺得像台科重心這個 這個不是部長層級 有辦法處理的 這個要到院長 行政儀 對 行政儀要院長層級 像我們在處理什麼 像我們這次處理NCC 跟公共事務委員會 要用這種方向處理 這是政地處理 一定要政地處理 你有感覺嗎 通常媒體跟阿軍 都你說 這個杜政聖是很沒地勢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他 三隻小豬都可以變成語 你還記得嗎 以前搬那個什麼 扁鵝沒有 技沒什麼不對 英雄晚載什麼不對 我們說實在 那真的杜政聖看得到 搬那個扁鵝嗎 你說說不是 不是啦 叫杜部長 把那個論文 給李鋒軍委員看一看 說他打誤 打誤 這樣就好了 他故意要醜化他 對嗎 我跟他講 日治五十年裡面 國民黨不是都被抹殺掉 他是把精力簡約變成 抗日民主運動 對 他要連結七七事變抗日 跟中國有關係 你不是說都把手藝都抹掉了 五十年都把你抹掉了 他是把他把那個抹帶出來 跟中國 所以他教你七七事變 教你南京大屠殺 要讓你證明說 日本是多痛苦 我們來痛恨日本這個民主 他是要這樣去連結 所以 所以 剛才說在這裡的時候 你問我們的孩子 我相信你問 現在給他看一條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轟炸台灣的是哪一國 你給他寫一本 百分之七八十年的孩子 說是因為日軍 為什麼 八年抗戰 我們在抗戰 是日軍來轟炸我們 一定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一個歷數是什麼 是用我們的基努去帶負責 是 對 我們不是說對不對 是說這一段歷史 大家都要了解 他說南京大屠殺不見了 那你怎麼說 你怎麼不寫 我們的教科書沒有白色恐怖 沒有戒嚴 沒有二二八 所以套具馬英九的標準 這些國民黨立法委員 實在是沒出息 你知道 只會追究過去 對 只會追究歷史 開玩笑 南京大屠殺 一直在說王岐國必勝王岐使 大家在說這樣 說要滅亡中華民國的歷史 開玩笑沒出息 我們想想看 我們來看 說台灣到底該怎麼樣去面對自己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今天要說這個 事實上它背後再凸顯一個 因為我印象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差不多十七世紀的政治學家 他說一句有的值得我們大家深思 也是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討論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教育問題 為什麼要討論考試問題 他說一個政權的存亡 他的政權不在他的政策 他的政權的存亡 其實是在他的精神 是在他的價值 也就是說你的精神 你的價值不去的時候 你的政權不存在 我們今天探討的 就是說民眾政黨輪替七年來 他現在執行的 我們現在看到是教育體系 他執行的是救國民黨的體系 他還是救著教育體系 情勢系統 救的體系 他說民眾政黨你的執政精神 你在這七年裡面 你沒有展現出來 你的精神沒有展現出來 更可怕的是 以前我們在大學時代 黨外運動 其實有很多外省級的同學 是同情的 外省當選學生代表 有很多我們同班的 外省級的女生 男生投給我 為什麼 因為外省級我覺得在我們那個時代 在學校雖然還是戒嚴時期被打壓 然而整個學校裡頭 對於一些自由主義 對於反國民黨 其實他們會同情 甚至有一點進步性 在說我們反對國民黨 那個時候是被學校或被肯定 然而現在你看看 現在談本土 卻被國民黨跟整個教育 因為民黨執政 整個教育體系 整個媒體卻把它轉換成為 你現在支持民進黨是一個落後的 是一個丟臉的象徵 你知道嗎 這個精神其實是我們要討論一個說 民進黨執政 你到底什麼精神可以彰顯出來 重要就重要說他在掌握媒體跟掌握教育 這原頭才重要 不好意思 那個社長是不是 這個切可以給我這個 沒關係 來 我要給大家看 水中連這種都要改變 我可以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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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